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十一玉兰 新闻首先带来看到为了振兴花莲征服经济 中华民国不动产仲介经济商业同业工会全联会 举办了两天一夜促进花莲观光振兴经济活动 并且也代表了日本姐妹会全日本不动产协会 捐助了100万日元亿元金来给花莲县房仲工会 那么花莲县长许正位也特别到场 见证了台日不动产业的团结互助精神 并且也致政了伴手礼来感谢房仲全联会 以实际行动来力挺花莲 现在表示感谢房仲全联王理事长 让日本有人了解花莲现况并算腿力挺花莲 支持在地的观光伴手礼 还有花莲县工会谭丽媒理事长 长期为花莲发声 地方产业景气仍在寒冬 所以从市场开始活落地方经济 所以再一次感谢大家对于花莲的支持 还有我真的要谢谢你们 已经为花莲发声非常非常多次了 所以未来我想 未来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 让我们自己的预算去活落地方 地方的经济以外 大家还是可以来 还是可以来 各种方式还是可以来 花莲县房仲工会理事长韩丽媒表示 强证导致花莲三崩路段 近2000户房屋受损 感谢房仲全联会 以及日本不动产协会 在花莲困难的时候存出援手 此举有如雪中送炭 是患难竞争期的最佳写照 尽管流着蛮泪 但是依然展开微笑 很像阳光 感谢所有来自全国的理事长以及理监士们 来历领花莲 记得就跟华彩老